近日,备受瞩目的蚂蚁集团IPO火热进行中 10月29日,蚂蚁集团A股的网上申购开启 根据安排,网上打新重签结果将在11月2日公布 根据前期公告,蚂蚁集团A股发行价格最终确定为68.8元每股 网上发行数量为6683万股 按照这个价格计算,蚂蚁此次上市发行总市值达到了2.1万亿元 直接超越贵州茅台 和股市一样火爆的,还有杭州楼市的枝江板块 和股民一起躁动的,还有杭州的房东 上周,杭州土地市场,一块枝江地标地块27亿元起拍 限高130米,被蚂蚁集团以27亿元成功拿地 该地块东林前唐江,南面直通枝江大桥 往西则是在建地铁6号线,以及规划中的枝江蔚来社区 该地块溢价率为0,竞价仅仅一轮,就竞拍成功 可谓是杭州政府为蚂蚁集团量身打造 从9月初传闻流出,到上周土拍落定 再到这几日,证券市场的火爆认购 枝江的买房者,比股民更加兴奋 距离蚂蚁地块,约34公里的二手房小区 10月的挂牌价,进行了全面调整 大部分涨了30至100万 目前板块内,在售的新房较少,均价在3.7万元左右 且重迁率极低,二手房均价则在4.5万元左右 根据杭州当地的新闻报道 随着挂牌价飙升,成交量却出现急剧下降 那是什么原因呢?当地的中介表示 成交少,并不是大家买不起 而是目前市面的房源,越来越少了 蚂蚁落地之江的新闻,一经发出 就有很多人过来抢房,低价房源,基本被抢完 交易过程中,甚至还出现了,业主返价毁约等情况 这让当地的刚需,较苦不迭 就连中介都认为,市场太过疯狂 人们为何疯狂? 根据蚂蚁集团的,招股书显示 截至2020年,6月30日 公司共有员工数,16660人 经济受益权,激励计划向下 经济利益所对应发行人,股份合计,30.79亿股 这里其中,有约65%的股份,是授予员工及顾问 如果以68.8元的发行价计算 蚂蚁的员工及顾问,共计可获得约,1376.9亿元 每人可分到,826.47万元 而且职位不同,可获取的股份,也不一样 有些高管,估计可获得,上千万甚至上亿的收益 一夜之间,财富自由 当然,蚂蚁金服上市后 将来股价,如果出现上涨 那么员工的身价,也会水涨船高 这代表着,未来蚂蚁,给枝江板块带来的资金和人才 自然不会少 而且蚂蚁,还会带来集群效益 一个金融科技行业的集群,正在枝江板块形成 浙江人的钱,确实灵敏 蚂蚁没来,炒房已至 那么,枝江板块,值得这个价格吗? 这需要从,两方面看 一方面是,枝江一直属于,被低估的板块 它隶属于杭州,最金贵的西湖区 暴山沿江,群山环绕 还有美院象山校区的,人文氛围 枝江的资源,从自然到人文,都十分优秀 但和同属西湖区的,其他房产板块相比 枝江的涨幅,是最慢的,2017年,才勉强攀上每平3万 而彼时西湖区其他板块,都已占上5万了 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山江环绕,造成的交通不便 和杭州其他板块的,链接力很弱 还有大型生活配套,相对匮乏,生活并不方便 产业上,云骑小镇为代表的新经济企业,虽然入住很多 但这些新经济企业,并不是劳力密集型,对人口的导入,并不迅猛 让枝江更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景区,而不是一个,过日子的地方 但伴随杭州其他板块的价格上涨,枝江的挖地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 根据杭州政策中,限定每平3.5万以下的楼盘 每次推盘要有,不少于50%的房源,向无房家庭倾斜 可以看出杭州政府,把单价3.5万作为,刚需的基准线 枝江在寿新房,3.7万左右 和杭州主城区,众多4万以上的板块相比 枝江存在着,较大的价格优势 所以板块内,新房中签率低,自然会是,一房难求 但我们,也要看到另一面 第一,想做蚂蚁的房东,这种投机心思,有点想得太过简单 就在蚂蚁集团地块不远处,就是枝江的蔚来社区 在蔚来社区里,商务区设置5000套人才公寓 1500套短租公寓 生活区近5000套房源,50%以上,定向供给高层次人才 如此说来,就在蚂蚁集团周边 就有将近1万套人才租赁公寓 租赁市场,十分充裕 有些人,可能看不上租金 指望蚂蚁的员工,来接盘 这个就要看,具体的项目品质 例如,附近某个涨幅最大的小区 也是这两年里,维权最厉害的问题小区 工程质量堪忧,已被媒体曝光多次 这样的小区,科技新贵们,会来接盘吗? 如果有人怀抱割韭菜的心理,那还是算了 论割韭菜,你割得过蚂蚁吗? 说到这个话题,我们来谈谈蚂蚁的市值 蚂蚁以当前,2.1万亿的市值 在A股,俨然已成为,其名茅台的大项 今年上半年,蚂蚁的净利润,210亿人民币 如果今年全年实现,400亿人民币的纯利 目前市盈率,应该为52 蚂蚁一直强调自己是,科技加金融的属性 从估值来看,金融就不用说了 如果以几倍,十来倍的金融股的估值水平 去看蚂蚁,那简直可以说是,梦幻泡沫 我们来做个对比 建行目前市值1.6万亿 去年净利润,接近2700亿 当下市盈率,不到6 工行目前市值1.7万亿 去年净利润3100亿 当下市盈率,6.2 招行目前市值,约为1万亿 去年净利润,约为930亿 当下市盈率,11.5 也就是说,各大商业银行赚钱能力,远远高于蚂蚁 但市盈率,却远远低于它 有人说国有商业银行,靠政策红利活着 蚂蚁靠喝汤,做到这个体量,简直就是奇迹 问题是,如果现行政策,一直不变 蚂蚁接下来要靠什么,扛起这么高的估值呢 即便以金融科技的视角去看,蚂蚁的定价,也是偏贵的 目前国内几家主要的,金融科技上市公司 包括去电,乐信,360数科等 乐信目前,市值14亿美元 去年净利23亿人民币 如果今年蚂蚁全年的利润,达到400亿人民币 将是乐信,去年净利的20倍 但估值是乐信的,接近214倍 360数科,目前市值18亿美元 去年净利27亿人民币 也是按蚂蚁利润,达到400亿人民币算 将是360数科,去年净利的14倍 但估值约是360数科的166倍 还有另一个例子,去电上市前 曾获蚂蚁金服巨额投资 IPO时,市值超过100亿美元 目前还剩不到4亿美元 可谓,初道级巅峰 去电当时IPO的市盈率,为98 远远高于乐信,和360数科的市盈率 利用IPO,把股票价格定得其高 尽可能多的融资 一个结果就是,提前透支成长空间 虽然金融科技赛道,依然离不开 流量为王,赢家通吃的魔咒 但想要垄断,明显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传统金融业,无法做到垄断 互联网金融,就更难 我们在拿蚂蚁,和阿里做对比 从2000年,阿里拿到孙正义的投资 到2014年上市,估值涨了2500倍 从阿里上市,到今年股价最高点 市值涨了3倍多 但过去6年,阿里所有经历的成长环境 是蚂蚁所不能比的 2014年,阿里年度活跃消费者是2.3亿 今年,已经达到7.4亿 这与阿里市值增长倍数,基本一致 而蚂蚁的活跃用户,基本也是这么多 这就意味着,从用户增量上来看 蚂蚁很难再重复,阿里所享受到的时代红利 当然,这种简单的对比,并不能说明蚂蚁的股价 就一定不会上涨 但是对于一个相对保守,或者偏价值的投资者来说 相对较高的估值,至少会令人不安 或者必须找到,足够多的理由,来说服自己 蚂蚁是否值得,这个估值 以目前热度来看,蚂蚁短期内,很可能会继续上涨 但后续发展,将会如何呢? 其实就要看,业务和市场了 目前微带业务,是蚂蚁最主要的利润来源 核心就是花呗 即在银行与用户之间,赚取利差 作为一个商业模式 花呗的风险在于,政策的口子,是越放越开 还是越收越紧 这也是未来,蚂蚁在二级市场,最大的不确定性 而监管政策,很可能会,直接影响蚂蚁的涨跌